比黄金还贵的原青花瓷器 江西高安教藏一次就出土了十九件 渐渐堪称国宝 渐渐价值过亿 原青花为啥这么贵 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听我慢慢道来 长久以来 人们都认为青花瓷这个品种 是明清时期才发展成熟的 以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和青三代康庸前时期的青花瓷为最佳 元代青花瓷的发现 时间并不算长 他的发现过程也很传奇 这还得从一件被当作赝品的词题说起 民国时期 英国著名的收藏家 大维德爵士来到中国 看中了古董商手里的一件青花大瓶 这件大瓶的脖子上还写着许多文字 里面记载着 某年某月某日 因为什么原因 烧制了一组什么瓷器 而这件大瓶是其中之一 一般来讲 古瓷器上有文字 尤其是纪年的文字 那么这件瓷器的价值将大大增加 因为文字本身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这件青花大瓶上的文字 却成了它是赢品的证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瓶子上的纪念文字是智政十一年 智政是元惠宗的年号 当时古玩家的共识是元代根本就没有烧制青花石 青花石始烧于明代 所以在当时古董商人的认知当中 这件东西就如同写着微波炉专用一样 明显是个赝品 大维德爵士买下这件瓶子的时候 他们都以为是宰了老外一把 偷着乐 大维德爵士买回去之后 对瓶子上的文字非常感兴趣 上面记载这瓶子是一对的 幸运的是另外一件大瓶 后来居然又被他给找到并且买了下来 不过大维德爵士在得到这对元清花之后 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直到1952年 一位美国学者波普博士 在看到这对大瓶之后非常感兴趣 他以这对大瓶作为研究的起点 走访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最后正式提出了元清花的概念 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埋没了数百年的元代清花 至此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对大瓶 今天也被人们称之为大维德瓶 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个专门的展厅 在国内 元清花真正引起大众的关注 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 这还要从2005年7月12号 伦敦加士德拍卖行 一场具有化时代意义的拍卖会说起 在这场拍卖会上 有一件瓷器最终以2.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刷新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 2.3亿元当时能买什么 2005年的时候 北京的房价在8000块左右 这件瓷器当时可以在北京卖300套100平米的房子 但价格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它让一个新名词深入人心 家喻呼啸 那就是元清花 拍出2.3亿元 天价的这件瓷器叫元清花 鬼谷子下山大罐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元清花突然间变得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以至于今天人们说起清花词 首先想到的就是元清花 我们说清花词的产生有三个必要条件 其中之一就是需要有好的清花料 但中国并不出产优质的清花料 反倒是波斯地区盛产优质的清花料 而且波斯地区还非常崇尚 并流行蓝色的文样装饰 元朝的时候 中国与亚欧大陆诸国连接紧密 贸易也很自由 虽然路途遥远 但波斯人还是克服重重困难 把优质的清花料带到了景德镇 经过匠人们的艰苦努力 终于成功的烧出了一件件漂亮的清花瓷器 烧出来之后呢 当然是带回自己国家了 用如今的话讲 这种贸易应该叫做来料加工 因此目前收藏元清花最多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土耳其 一个是伊朗 主要就是当年专门定制烧造的 清花瓷在明朝之后也盛行于国内 但是为什么在元代的时候 他在国内却默默无闻呢 如此美丽的瓷器 难道那个时候在国内就完全不受待见吗 如果当时中国人不喜欢清花瓷器 那么为什么在清花瓷器 接下来的几百年间会成为瓷器的主流呢 其实清花瓷当时不是不受国人的喜爱 主要是不受蒙古贵族的推崇 因为蒙古人崇尚白色 元朝贵族阶层喜欢用的瓷器 主要是白瓷而不是清花瓷 在民间呢 当时优质的清花瓷完全就是顶尖的黑科技 上等的清花料甚至需要不远万里 从波斯进口造价极其昂贵 所以好的清花瓷在民间本就难得一见 总结一下就是 在元代好的清花瓷大多是用作出口 剩下的蒙古贵族又不喜欢 即使老百姓喜欢也见不到 因此后世完全不知道元代能烧制清花瓷 元清花就这样在历史上完全消失了 直到1950年代才逐渐被世人重新认识 江西高安教藏出土的这19件元清花 包括一套6件元清花煤瓶 一套9件元清花高足碑 2件元清花荷叶盖罐 1件清花椒叶文姑 1件云龙文寿尔盖罐 无论是数量还是等级都创下了国内元清花出土的最高纪录 这批西式珍宝出土之后在高安博物馆的地下室一直隐居了30多年 想要参观必须得经过副市长签字 经过三重铁门打开六把锁才能一睹真容 直到2015年国家投入5000多万元建成了高安博物馆新馆 这些国之瑰宝才有机会向世人公开亮相 如果您也想目睹元清花的风采 而且想一次看过眼 那就一定要去江西高安元清花博物馆 绝对会让您不虚此行 我是陈坤 关注我聊点有意思的文物故事